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当我男朋友吗 我堵在他回宿舍的路上 涌得不行 顾旭辰淡淡撇着我 你可以有遗憾 我 他话一说完 我感觉周围温度都降低了 追不到他 那就追其他人 反正帅哥多的事 只是我没有想到 这恋爱一谈 把我的名声都谈臭了 和前任分手的时候 他到处造我的谣 甚至吐槽我之前一直追着顾旭辰 像个舔狗 顾旭辰 你说 他是不是舔着脸追你 真有好事者 跑到顾旭辰面前去问 顾旭辰推了推眼镜 云淡风轻地回复 追我 不丢人 丢人的是眼光越来越差 哇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同学们做了翻译 叶敏的前任给顾旭辰提携也不配 叶敏的眼光真的大不如前了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讨论的风向 变成了顾旭辰和前任的信息对比 家事 样貌 甚至还有比较手指长度的 一通对比下来 前任狼狈至极 但是又不敢真的去惹顾旭辰 哪怕他嘴里念念叨叨 那不过就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学弟 后来我和顾旭辰交集甚少 再见面完全是闺蜜宣称 介绍他弟弟给我 我以为他耍我 介绍还在写作业的弟弟 等着我请肯德基 结果 顾旭辰进来的时候 我差点被果汁呛死 可能世界就这么小吧 闺蜜还挺乐得的说 我这个弟弟和你一个学校呢 不过不是一个戏的 哇 这一次 顾旭辰又狠狠踩在我的审美上 还是白衬衫 但是气质已然成熟 宽肩斩腰 身材比例 让人完全移不开他的大长腿 嘿 帅吧 闺蜜挑着眉 脱为得意 我说不出话 因为顾旭辰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 他看到我的时候 停顿两秒 眼神毫无波澜 极致的冷淡 你好 我 可能是气不过他的态度吧 我回去就表示 我喜欢顾旭辰 让闺蜜想办法帮我拿下 于是我闺蜜直接来了一招 假结婚 真的好离谱 但是顾旭辰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我很奇怪 以为他是对我有点意思 然而 事实是他被家里催得没办法 我不禁怒从中来 翻来覆去想不明白 他到底看不上我哪 我真的气啊 脑海里已经脑补自己 意气风发地拿下顾旭辰 挥舞着小鞭子 像个骑士一样打败恶龙 仰天长笑 但理想总是丰满的 现实总是骨感的 婚是假的 正是真的 法律上是夫妻 但是顾旭辰从来没有履行夫妻义务的意识 反而动不动就拿钱管控我的行为 起初我觉得他小 让着他 觉得他迟早有一天买不起那些东西 可是 让着让着 我就发现他真TM有钱 比当初学校里传的还要有钱 事实证明 他也很热衷赚钱 都已经先在这个点了 还在工作 常常工作到深夜 就睡在书房里了 我非常的有挫败感 但是又不能表露得太明显 不然显得好像我多喜欢他似的 犹豫再三 我火速回房洗澡 穿着我最中意的睡裙 决定扮演一下贤妻良母 端着热牛奶去书房给他 但是 门一开 顾旭晨就微微扬起下颚 示意我出去 我点了点头 指了指牛奶 朝着他走了过去 电脑里传来员工汇报工作的声音 是我听不懂的语言 应该是个跨国会议 或许是灯光作祟 顾旭晨浓密的睫毛 衬得那双眼睛分外迷人 专注的模样 简直要了我的命 不经意间 我存了坏心思 伸出脚 点了点他的腿 顾旭晨端着杯子 余光淡淡地从我脸上扫过 喉结微微滚动 不紧不慢地喝着牛奶 紧耗人民币百分号 鱼 电脑里的话语声不断 我一脸无辜地注视着顾旭晨 直到他将牛奶一饮而尽 唇半紧敏成一条线 咔哒 伴随着他指尖一点 会议暂停 我挑着唇 心中窃喜 刚准备多撩他一下 他就猛地踩住我的拖鞋 哎 你干嘛 我惊得不行 尴尬地脚趾扣地 顾旭晨抬眼盯着我 你蹭我腿干嘛 我 我扣紧桌脚 没想到不但没有聊到他 还被他目光一扫 多了几分羞愤的感觉 你 嗯 顾旭晨撇着我 一脸严肃 等着我给出合理回答的神情 我 脚 抽筋 我嘴角稀动 不由地按骂着他直男 不懂暧昧 一字一顿道 可以把拖鞋还给我吗 下一秒 顾旭晨脚尖一踢 动作干脆利索 把拖鞋踢到我脚边 时候不早了 去睡觉吧 我 我心火上头 不想多说 穿着拖鞋就要走 可是走到门口 又忍不住回头瞄他 叶小姐 嗯 我笑着 看向顾旭晨 他手撑着额脚看向电脑 仿佛猜到我会停住 诞生到 卧室归你 书房归我 下次未经允许 还请你不要进来 我 我握着门把手 有被他的态度冷淡倒 感觉后槽牙都要被自己磨平了 却也只能笑着道 好 我知道了 打扰了 然而 门一关 我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我 又又又失败了 上一次失败 还是顾旭晨洗澡的时候 我想扒拉一下门缝 结果他反应极快 沾着水的手 直接扣紧门 还顺势反锁了 叶小姐 男女受受不侵 顾旭晨声音压得极低 啊 你不会以为 我想看你吧 我开始张嘴说瞎话 不好意思 我只是 以为我自己忘记关狱罢了 顾旭晨没在吭声 但是我又记当时他洗完出来 把玉袍裹得严严实实 好像生怕我这个色狼 看见分好 死后 他还把客房玉霸修好 索性不来主卧了 如果现在有贞结牌坊 我一定要给顾旭晨立一个 正所谓越挫越勇 我决定不放过每一次 和顾旭晨接触的机会 比如 吃早餐 因为是假结婚 我和顾旭晨的餐时 都是时间对得上就一起吃 对得上就拉倒 截至目前为止 我和他一次都没有对上过 下了决心 我订了五六个闹钟 死活都要早起跟他一起吃 然而 事实却是 我在床上打了好几次滚 不辞辛苦的 一遍遍关掉闹钟 男人算什么 有我睡懒觉重要吗 十一点多 我打着哈欠 清楚顾旭晨不会中午在家 也懒得化妆 直接下楼了 结果 没走几步 我就吓得想开溜 顾妈妈优雅地坐在沙发上 颇有几分不满地撇向我 清敏茶水 仿佛没有看到我一样 面朝着厨房那儿 我将在原地 也瞄立眼厨房 顾旭晨正低头忙着切菜 格外专注 你说说你 我给你选的女生 哪个比她差 你真是猪油蒙了心 放着大家闺秀不要 非要娶她 你看看几点了 这媳妇娶进门 一口热乎饭都还要自己做 说吧 顾妈妈又一脸诧异地无嘴看向我 哎呀 醒了呀 我说话挺直接的 你可别往心里去呀 我 我嘴角稀动 碍于她是顾旭晨的亲妈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作答 毕竟 当初她一听顾旭晨要和我结婚 死活不肯 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后面索性我和顾旭晨也省事 不办婚礼了 妈 你话真多 顾旭晨语气淡淡 仿佛在陈述一个 再简单不过的事实 我有点尴尬 突然就发现 顾旭晨对谁都是这样 哪怕对方是她亲妈 我这不是为你着想 顾妈妈急了 现在不把她规矩占好 将来都是你伺候她 我 说完 顾妈妈还冷冷瞪我一眼 气氛陡然间紧张起来 顾旭晨将汤碗放在餐桌上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便诞生道 我和她结婚 不是为了让她来给我做饭 行 行 你行得很 顾妈妈突然吼一嗓子 我吓得抖了抖 完全插不上话 也不敢 对上顾妈妈扫过来的视线 我只觉得整个人都要被冰冻了 直到她离开 才松了一口气 手撑在沙发上站稳脚跟 抱歉 她脾气不太好 嗓门比较大 顾旭晨突然开口 我笑了笑 慌忙摆手道 呃 不用道歉 我没事 嗓门大 说明中气足 身体好 话音一落 顾旭晨摆放餐具的首尾盾 迎着白日的阳光 披向我 眼神有些意味不明 等不及我反应 她便拉开座椅 诞生到 可以入座了 叶小姐 嗯 突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嗯 我愣了愣 下意识想走过去 但是看着顾旭晨衣衫整齐的模样 立刻打住脚步 清了清嗓子 笑道 可以等我十分钟吗 嗯 顾旭晨微愣 我 我化个妆 顾旭晨 十分钟后 我拿着筷子 剥了剥耳边的碎发 笑嘻嘻地出声道 哇哦 好好吃 顾旭晨声音很轻 食不言 寝不语 我 哦 我有点郁闷 乖乖硬生 不知过了多久 顾旭晨才低声道 谢谢夸奖 熙熙 顾妈妈上门的事情 闺蜜很快就听到风声了 忙不迭地赶来看我 喂 姑姑刁难你了吗 你没事吧 没事呀 我窝在沙发里 怀里搂着抱枕 美滋滋地看向她 没事 闺蜜 促起眉 一脸嫌弃 你这嘴角 都要咧巴到耳根子了 我不好意思地 无嘴笑 闺蜜 眨巴着眼 像是突然反应过来 笑得一脸荡漾 怎么 拿下顾旭晨了 我 我微正 没想到顾旭晨一点点温和的反应 我就开心成这样了 全然忘记和她的进度调动都没动一下 我迟早拿下她 我揪着抱枕 振奋开口 可是一说完 心里就没底 闺蜜看穿了我 低声道 不行就赶紧撤 别真伤了心 那家伙 从小到大就没谈过恋爱 皱得很 莫了 她又道 有情提醒 色字头上一把刀 我黑黑笑 她这个颜值 刀我一次 我扛得住 你PM 闺蜜愣了下 气得有点想打我 色迷心窍啊 我黑黑地笑着躲 心里怕得很 但是嘴上不肯服输 给我一份她的行程表 我一定可以搞定她 闺蜜 没办法 顾旭晨那张脸 对我太有诱惑力了 那种肉看得见 吃不着的感觉 挠得我心里直痒痒 顾旭集团 我穿着一身明艳的红裙 推了推墨镜 刚准备优雅地走进电梯 一只手就拦住了我 咳 我找顾旭晨 抱歉 小姐 需要预约 预约 我有点猛 想给顾旭晨打电话 但又怕她在工作 只能给她发信息 谁料 我刚发完 她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吓得不轻 手机都差点摔了 在慌张中 保持着温柔 喂 我让助理去接你 我心中一喜 不由的温声道 啊 好呀 可是我上去 不会打扰你工作吧 顾旭晨 如果你打扰我 你知道后果 我 我只是想扭捏撒娇一下 顾旭晨这句话 就好像一大盆冷水 泼我脸上了 我突然就没了兴致 但是助理下来的时候 还是跟着上去了 因为他不给出去喝酒蹦迪 我又是自由设计师 最近没有活 确实很闲 我也算是憋着一口气 坐等拿下他 扬眉吐气 我发誓 在看到他那张脸之前 我真的有点生气了 可是 进了办公室之后 迎面而来的轻烈香气 吹得我心颤 目光所及 便是顾旭晨那张 神情淡漠但精致的脸 顾总 这份合约 请您过目 顾总 这是本周的项目汇报 顾总 一声又一声顾总 我听了都想打哈欠了 顾旭晨却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件事 直到下班时间才消停 嗯 西装外套搭在肩上 我有些困倦地揉着眼睛 还以为是在梦里 哼声道 老公 饭饭 呃 说人话 顾旭晨的声音轻冷 我打了个机灵 墨地睁开眼 我 我饿了 顾旭晨 想吃什么 我抿着唇 陷入思考 但是想着想着 注意力忽然就转移了 他离得好近 衬衫的领口敞开 一眼就可以瞄见锁骨 还有微微凸起的喉结 想好告诉我 顾旭晨别开视线 骨节分明地守微开 不着痕迹地就将扣子系上 你干嘛系扣子 这天那么热 我开始明知顾问 顾旭晨拿着手机 眉头青醋 我不热 我 我不禁头笑 直接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 双手脱塞望着他 顾旭晨不经意抬眼 对上我的视线 微顿一秒 又低下头 想吃什么 我现在点 我想吃老婆饼 夫妻废片 顾旭晨 顾旭晨忍不住瞥我一眼 唇半清敏着 开始点餐 等餐点来的时候 我已经饿得趴在桌子上 但是外面的办公厅里 却传来欢呼的声音 我不禁忍不住去看 来来来 各位 老板请客 干完这一单 给咱们项目组带薪休假 谢谢老板 白痴灯里弥漫起香气 我都不由得羡慕顾氏的员工 其实在毕业的时候 我又想过去找顾旭晨 进顾家的公司 努力站在他的身边 但是 这份工作待遇实在丰厚 来面试的人堪称卷中卷 很不幸 我第二轮面试就被卷出去了 那时候是真的穷 也真的狼狈 竭尽全力的面试失败 除了基本资料书 我都不剩什么了 家里催着考编考工 免得浪费应届生身份 可是我的梦想就是设计 梦想未不保自己的时候 我窘迫却又不想低头 欠着房租 欠着水电 房东天天跟着屁股后面跑 好在兜兜转转 我还是遇到他了 光是看到他 就觉得很开心 好像积攒多年的想念 都有了宣泄点 那种激动爱慕的感觉 又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不是饿了吗 过来 顾旭晨整理好茶几 助理将饭放在桌上 不由得多看我一眼 我弯着唇 爽快地自我介绍 你好 之前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叫叶敏 助理愣了愣 失笑 你好 你好 我是顾总的助理 坦白 坦白 我挑着眉 莫名觉得这个名字熟悉 思来想去 脑子灵光一闪 他不就是我当时的面试官吗 我正准备开口 坦白就朝着我摇了摇头 我黑黑地笑着 闭上了嘴 你们打算互看到什么时候 顾旭晨已靠在沙发上 用力拆开竹筷 啊 我还有事 顾总慢用 坦白顺势离开 我欣喜不已 坐在顾旭晨的身旁 拿着湿巾擦了擦手 打开了饭盒 为什么盯着坦白看 顾旭晨突然发问 我正夹着菜 听到他这句话 不禁笑着反驳 不然盯着你看吗 顾旭晨皱眉 一脸严肃 和你结婚太仓促 没有来得及查你的底细 担心你是商业间谍 我 这个回答 真的无懈可击 我莫名地很想笑 挑着唇看他 是啊 我是间谍 顾旭晨 我 我是偷你新的间谍 顾旭晨微微正住 眉头青醋着 油嘴滑舌 我家在菜 哼声道 才没有 我说的是实话 我的眼里只有你 顾旭晨下额收紧 几度欲言又止 低声道 吃饭吧 我黑黑笑 带着胆子道 好 都听老公的 顾旭晨 我眨巴着眼看他 不等他开口 便撇嘴道 有结婚证 叫你生老公 不过分吧 我不介意 你叫我老婆 顾旭晨 大概是说不过我 顾旭晨开始保持沉默 而我心里 像是铸了一只雀跃的鸟 开始叽叽喳喳地叫老公 老公 我要吃那个菜 顾旭晨把菜放在我面前 老公 我冷 顾旭晨把空调温度调高 今天的顾旭晨 好像格外纵容我 我眼珠咕噜转 嘿嘿笑道 老公 我想喝酒 顾旭晨递来一杯温白开 我 老公 我要抱抱 顾旭晨打开车门的动作微僵 侧目看向我 我攥紧手 直接就跑向了他 想要抱住他的腰 但是还没有碰到 就被他用手抵住了脑袋 一百九十厘米 对一百六十八厘米 我完败 就抱一下 我们是假结婚 顾旭晨黑白分明的毛子 看向我 压低了声 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对我说的 还是对他自己说的 但是 至少 我能感觉到 他在一点点的放下戒备 虽然 我还是没有抱到他 临近家门 顾旭晨将车停下 朝着我道 叶敏 下车了 叶敏 醒醒 我靠在车座上 微微眯着眼 死活都不肯睁眼 却没有想到 顾旭晨直接打开车门下去了 干 我有点失望 刚准备睁开眼 就感觉到自己这边的车门开了 轻烈的气息涌入 一双手拖着我的腰 温热的气息挥洒在脖梗间 我努力地憋住笑 等到顾旭晨抱起我的时候 便依偎在他的怀里 圈住他的脖梗 任由他将我抱进家门 送到主卧 但令我意外的是 他将我放在床上后 突然低声道 可以醒了 我 我有些局促 没想到他看穿我了 小心翼翼地睁开眼 对上他的视线 嘿嘿地笑 顾旭晨垂着眸 眼神里看似毫无波澜 低声道 时候不早了 睡吧 顾旭晨 我慌忙拉住他的领带 在贴近我的那一刻 顾旭晨急忙 手撑住了床 呼吸都变得短促起来 这样的距离 我是理想的距离 我是想亲他的 可是怕坐得太过 他会生气 便试探性地凑到他的面前 见他没有躲 便吻了吻脸 认真地望着他 笑道 老公 晚安 顾旭晨的手 钻紧床单 像是突然回过了神 那一刻 我瞥见他的耳朵 我瞥见他的耳间红了 而他若有肆无地瞥了我一眼 便快步地离开房间 顺带将门关上了 瘫软在床上 我仰头看着天花板 忍不住吻脸笑了起来 开心地直打滚 然而 没多久 顾旭晨就出差了 家里突然空荡下来 柜子里的名牌包包 都激活不了我的快乐 我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发出去的消息 是沉大海 我从未有过的落寞 这种感觉 不亚于当初面试失败后 间隔一周 我实在耐不住性子 决意去找顾旭晨 可是我没有想到 隔着十几米远 一个女人哭着 就扑进顾旭晨的怀里 等我走近 看清那张脸的时候 整个人头皮发麻 是汪璇 当初前任 造谣我的文稿 就是她写的 为此 我还大闹了一场 只是为了质问 远近无怨 近日无仇 为什么要这么坐见我 那天天气昏暗 她俊傲地躲在 她室友的身后 面带不屑 给出了一个 我意想不到的回答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 在她看来 我这样的普通人 就应该活在泥泞里 而不是想着高攀顾旭晨 立刻松手 不然我报警了 顾旭晨冰冷的声音 将我从麻木中拉回 汪璇委屈哽咽 顾旭晨 我到底哪里不好 我的身份家是样样哪样 比那个女人差了 你是不是瞎 谭白匆忙赶来 拉住汪璇 顾旭晨脱了身 冷声道 你不瞎 你就应该清楚 这是大庭广众 我是有夫之夫 汪璇哭着看向顾旭晨 不经意看到站在边上的我 瞬间冷了脸 但是 她没有开口的机会 谭白就拉着她上车了 目光不自觉看向我 你怎么来了 顾旭晨看到我 显然有些惊讶 我见她脸色不好 慢慢悠悠走过去 没有笑嘻嘻地说我想你 而是低声道 想见见你 顾旭晨微正 撇着四周 放软声 大庭广众 不要这样说话 我仰头看她 黑黑地笑 凑过去想抱抱她 结果又被她卡着头 只能反手抱着她的胳膊 顾旭晨没有拨开我的手 但是表现得不是很自然 就好像在校园里逛操场的小情侣 时刻警惕着突然闪现的教导主任 不得不说 难怪很多人不喜欢异地恋 在和顾旭晨碰面 我感觉她对我的防备又多了几分 以至于我只能强撑着 等她态度软化 多亏酒店服务员很合我意地表示 只有一间房 这一次 我和顾旭晨终于住在同一个房间了 食不言 寝不渝 这次一开饭 顾旭晨就先行提醒 大概是怕像上次那样 对我占了嘴上的便宜 好 听老公的 顾旭晨 我欣喜回应 因为今天嘴上便宜没意思 我最期待的是睡觉缓解 沐浴结束 我顺势就把内衣洗了 放在浴室的架子上 顾旭晨开门的刹那 明显正了两秒 我全倒没注意 自顾自地趴在床上看电视 咔哒 伴随着门关上 我听到了繁琐的声音 切 我忍不住吐槽一声 但是听到流水哗哗的声响 还是忍不住多瞄了两眼玻璃门 大概从见顾旭晨的第一眼起 我就想过 和他白头偕老 甚至连以后的坟在那都想好了 现如今 终于待在一起 我只觉得 从前受过的罪都值得了 现在的我有钱有房有车 还有他 以后说不定还有一个小宝宝 我想着想着 就开始抱着枕头傻乐 打了个滚材注意到 顾旭晨已经洗完了 你在干嘛 顾旭晨眉头上挑 白色的玉袍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短 露出了肌肉紧实的长腿 我视线飘忽 钻进被子里 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等你一起睡觉 来吧 顾旭晨覆下身 慢慢凑近 我眨巴着眼 有点点小开心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拿起一床被子 就朝着沙发走去 自然地躺在沙发上 哇 顾旭晨 我有点郁闷 顾旭晨闭着眼 半天不吭声 灯一关 屋子里直接陷入昏暗 我望着沙发那儿的某人 默默闭上眼 那一次同住之后 顾旭晨又变得清冷许多 我有时候会有点心累 总觉得自己在追逐 又觉得自己进水楼台 可以先得月 渐渐地 我开始能够自如地出入顾旭晨的办公室 甚至叫他老公 他也会回避时地默认 老公 我们今天去吃牛排吧 我撑着桌子 笑着提议 顾旭晨瞥了我一眼 脸上表情不大 淡淡地出声道 等我开完会 好 我乖乖应声 开启了漫长的会议等待 坐在那儿喝着奶茶 多少都有些困了 夜明 汪璇的声音传来 我愣了两秒 看着他 又一如当初那般轻蔑的神情 没有想搭理他 汪璇冷笑一声 但声道 我不知道你玩了什么把戏 让顾旭晨娶了你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 你很有必要知道 我抿着唇 立刻脑补他 要说顾旭晨有什么青梅竹马 或者有白月光之类的话 可是 我没有想到 他却扔出一打资料 看起来有些年代了 大概是多年的言情小说经验 我回忆了一下我的家庭结构 还算健康简单 顾家虽然是单亲 但是也应该和我家没丑 头脑风暴结束 我挑着眉 单声道 抱歉 我不想知道 汪璇也不急 慢条斯理地打开文档 丢给了我一份名单 那名单上的几个名字 维系记得 是和我一起面试的 当时一结束 还一起交流经验 可是 奇怪的是 他们都进了最终面试 排名却在我之下 你哪里搞来的 我有些无措 汪璇挑着眉 失效 你不会看下面的盖章吗 这是故事的内部文件 保管人就是你当时的面试官 坦白 莫聊 汪璇像是怕我听不懂 轻声道 这么和你说吧 你排名很靠前 你入选了 但是被踢了 是顾续沉下的命令 可能是怕你骚扰他吧 汪璇的话像是一根刺 狠狠命中了我 我盯的那份文件 看着鲜红的印章 只觉得手都在抖 我凭什么信你的话 你可以不信啊 那你就去问啊 问公司里的同事 问顾续沉 随便你 你看看 除了顾续沉以外 谁可以改动名单 谁有胆子改动名单 我 哦 这么一想 我好像明白了 指不定顾续沉 是被催婚催得太急 分不清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 就想找一个人 搪塞一下家里 仔细想想 还是自己讨厌的人最好 这样就算对你不好 也不会有什么愧疚 你闭嘴 我握紧手里的奶茶 沉声打断 刹那间 塑料的杯子被我拧得歪歪扭扭 奶茶洒落在我的手上 衣服上 透过衣服的布料 将我画得狼狈 怎么 被说中 就这么生气 汪璇忍不住吃笑起来 长舒一口气 但声道 听说顾续沉送了你不少包 应该是对你的补偿吧 你也该知足了 汪璇说得越来越上瘾 可我却无力反驳 因为顾续沉每一刻的态度 都好像表明 他说得很合理 并没有什么不对 只不过是我自己太沉浸在这场美梦里 我不想在汪璇的面前掉眼泪 可是我仓皇离开的时候 站在楼梯口 却不知道该朝哪儿走 茫然无措地走下楼 手机作响 顾续沉发来了消息 有事 去不了 你自己去吧 盯着屏幕上的消息 我有些失神 隐约间 我听见有人在叫我 可是我却觉得自己被抽干了力气 无法作答 叶明 我这个当婆婆的叫你那么多遍 你当我的话 是耳旁风 顾妈妈快步地跑到我面前 我望着她 眼眶逐渐湿软 抽搭了两下 忍不住哭了起来 诶 你 你哭什么 顾妈妈手足无措地看向我 促着没拿出纸巾 抬手给我擦眼泪 我说你几句 你就哭啊 眼泪越擦越多 我哭着抱住了顾妈妈 抽咽了起来 诶 怎么了呀 别哭 有什么事跟妈说 盛世那小子欺负你了 哎呦 别哭别哭 妈给你做主 出什么事了 我哭得喘不上气 只能无助地摇头 过去无数的苦楚 好像都在此刻翻涌而至 嘲讽着我 把重新遇到她 当成了苦尽干来 孩子 别这样 你哭得 妈妈心疼死了 发生什么事了 跟妈说说 顾妈妈焦急地询问 可我却无法说出口 就像我无法向顾续尘 问出那句 顾续尘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讨厌到亲手篡改 我的人生诡计 夜深人静 我翻来覆去 难以入眠 仿佛从前 所有我以为的幸福瞬间 现在都化作历刃 直刺我的心门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我哽咽着 起身想要去厨房倒水 水料 刚走近 里面就传来了 顾妈妈的训斥声 而顾续尘 则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 略显敷衍 火药味越来越浓 顾妈妈双手插腰 各种语言混杂着开骂 依稀间 她的话意思就是 你忙什么 跟你那个爹一个样 你们是不是分不清 工作和生活 工作需要经营 生活就不需要了吗 你们和机器人 有什么区别 今晚的事 很重要 顾续尘单手拿起水杯 清敏一口 修长的手抵着杯子 低头避开顾妈妈的视线 什么是由你老婆重要 顾妈妈仍旧在气头上 下一秒 顾续尘的下额收紧 眼神冷烈地看向顾妈妈 顿着声道 everything 话音一落 顾妈妈都愣了 我也将在原地 犹如被雷电击中 万分庆幸此刻的客厅 昏暗无光 滚 fuck off 顾妈妈历声吼着 我有些仓皇地躲在一旁 生怕慢了一步 自尊便会粉碎 看着顾续尘的身影 隐没在昏暗中 我从未有过的绝望 像是沉溺在汪洋中 一点点失去了所有的气力 那天之后 我没有再纠缠顾续尘 而是渐渐和她保持距离 或许 她乐在其中 默契地不致一词 而我则计划离开 搬出去 闺蜜诧异地看向我 我低头选着房子 盘算着价格 单声回应道 对呀 我那套房子整租出去了 五年期 我打算先找个房子对付一下 闺蜜有点萌 干嘛要搬啊 顾续尘欺负你了 啊 没有啊 我尽力地保持平静 对上闺蜜审视的眼神 笑着出声道 要欺负 也是我欺负她呀 我怎么可能会被欺负 闺蜜 你得了吧 上次还笑得一脸陶醉 瞧你当时那傻样 被她迷得五迷三道 怎么可能舍得欺负她 我 我垂着眸 勉强地笑着 心口却像是被人狠狠弯了一刀 而我羞于自尊 不敢吐露 在闺蜜的眼里 我尚且是傻 那在她的眼里呢 我只怕是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小丑 她勾勾手 我就开心雀跃地不像话 她真欺负你了 闺蜜探头打量我 开始撸袖子 没有 我连忙拉住她 微微蹙眉道 她没有欺负我 我就是想找个地方静静 独居一段时间而已 闺蜜 她最好没有 不然就算是弟弟 我也要削她 我 屋漏偏逢连夜雨 股票低迷 套牢了我的钱 而爸妈的新房也要装潢 我不想让爸妈察觉到异样 只能一笔又一笔钱出去 没多久 口袋就要见底了 为难之下 我想到了我和顾旭臣的婚戒 这款婚戒 花了我绝大多数的存款 但她从未戴过 当时的我 还有些不甘心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戴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戴 顾旭臣的回复 无懈可击 我从未想过 她不戴 可能是不想 或是不懈 毕竟 这款戒指于我而言 就算再贵 于她而言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冥冥之中 我仿佛得到了上帝视角 一次又一次地看清事实 顾旭臣不喜欢叶敏 道歉 单独卖 这个价格 不好说 建议您拿一对来卖 对方说得很委婉 我有些失神 抹扎着手里的戒指 我已经很久没有和顾旭臣讲话 我甚至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和她开口 我好像已经逐渐失去和她对话的勇气 过去我对她的种种撩拨 现在看来都是那么荒谬可笑 你在买什么 顾旭臣的声音突然传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下意识收好戒指 可是一旁的店员却道 这位小姐是来卖婚戒的 我 顾旭臣眼神微沉 我鼓足勇气 低声道 你戴戒指了吗 刚好来了 一起卖了比较划算 你这段时间就在忙着这件事 顾旭臣低眸看着我 好像我犯了什么极大的错误一样 我扣紧手里的戒指 低着头 声音有些嘶哑 平时都不戴 留着也没用啊 你缺钱 顾旭臣打断我的话 你需要钱 完全可以和我说 我攥着戒指 只觉得掌心都要被自己扣出印子 生疼得厉害 我们只是假结婚 哐当 店员手机没有拿稳 直接砸在桌上 顾旭臣的眼神淡淡撇过去 店员立刻拿着手机往旁边走 全当什么都没有听见 你把戒指还给我吧 你送的包和车 我也都还给你 折旧的钱 你算算 我以后不给你 事已至此 我只想护不向欠 顾旭臣做了一个深呼吸 低谋看我 我有要求你还吗 我垂谋 我会还的 顾旭臣 你什么意思 我有些累 本想等到手里 有钱离开再说 可还是忍不住了 我们离婚吧 顾旭臣愣在原地 半天没有吱声 我仰头看他 以为他没有听清楚 又重复了一遍 我们离婚吧 顾旭臣像是摸不准我的态度 低声道 因为那天没有陪你吃牛排 生气了 不知为何 他这样问话 我会很想笑 好像他多在乎我的情绪似的 我也算是破罐子破摔了 挑着没看他 笑道 不是 就是想离婚 顾旭臣下额收紧 仿佛在确认我的话 压低了声 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觉得假结婚没意思 我爸妈年纪大了 我想找人真结婚 我故作轻松地冲着他笑 一如既往的没个正经 我想生个宝宝 这个理由够合理吧 顾旭臣 顾旭臣陷入沉默 我拿着包起身离开 诞生道 劳烦你找下戒指 找到就还给我 找不到的话 就折线吧 我会把单价发给你 话虽如此 可是一直等不到戒指的出现 我的心还是狠狠抽痛了一下 顾旭臣怕时都不知道扔哪了 等不到戒指 我收拾完所有的行李 便想着人先走吧 可是 我还没有走到门口 顾旭臣便风尘仆仆地撞开门 一身纯手工的西装 本该是优雅的装扮 可翩翩领带歪了 你要去哪儿 手撑着门罢 顾旭臣喘息着看向我 桌子上有离婚协议 我已经签字了 你看下 没问题就签了吧 我握紧行李箱的拉杆 答非所问 顾旭臣眼神微冷 我不签 我有些想笑 郑重地和他重申 顾总不会入戏太深了吧 我们是假结婚 那一瞬间 顾旭臣脸色微变 拧着没道 离婚这件事太突然 我需要一段时间 向我妈解释 在我解释清楚之前 你不能离开这里 我 我 我愣了愣 低声道 我可以去解释 顾旭臣 不需要 我抿着唇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顾旭臣抬手便抢走我的行李 丢在一旁 冷声道 你不是要戒指 等我找找 我 我不知道他这一找 要找多久 但是我 确实很想离开 只是囊中羞涩 权衡之后 我还是留下了 开始疯狂地接单工作 说来可笑 我从前努力 是为了接近他 现在努力 却是为了离开他 嗯 OK 可以微调 初稿速度可以加快 但是价格没得谈 今天周四 我下周五给你吧 随手拿起不锈钢夹子 扎住头发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推着脸上的眼镜 一边吃着外卖 一边回复着信息 不知不觉间 我一整个月的工作任务 已经排满 顺利完成的话 可以小赚一笔 咔哒 家门突然打开 我嘴里还叼着面 下意识看过去 顾旭臣手里 提着红酒盒 看向我的时候 眼底明显闪过了一丝诧异 我不是给你发消息 今晚吃牛排吗 啊 我愣了下 看着手机里信息久久加 想起来 自己已经撤销他的置顶 有些无措的 低头哗啦两下 我没看到 那你以前为什么都能看到 顾旭臣薄纯微动 明显有些不高兴 放下红酒盒 脱掉西装外套 扔在沙发上 顺势坐下盯着我 你是故意不看 还是真的没有看到 我收敛视线 关上手机 继继续扒拉我的凉皮面 那你以前不回我的那些信息 是故意不看 还是真的没有看到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我现在已经认清答案了 可是顾旭臣的反应 还是让我越发难过 我不明白 以前的 我会认为他是真的忙 顾旭臣 我工作很忙 我低头 我也有工作要忙 末了 不等他开口 我就出声道 食不言 寝不语 我要吃饭了 你不要再和我说话 顾旭臣 顾旭臣又开始深呼吸 仿佛这样才能平复情绪 就那么靠在沙发上 长腿交叠 看着我吃饭 他这个人 压迫感很强 我头都没敢抬 就不紧不慢地吃着面 最后是实在撑不住 想要点开手机里的 电影缓和气氛 随手就滑拉了下进度条 结果 里面的角色放声嘶吼 我要离婚 这日子 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我 莫名地有点尴尬 我又滑拉了一下 角色哭着哽咽 谁不离婚 谁是狗 我发誓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是大数据推送给我的 最后 我索性关了手机 而顾旭晨也起身离开 等我抬头的时候 对面就只剩下 他的西装外套 可能是因为我也忙起来了 作息反而和顾旭晨 越发相近 凌晨两点 我正蹲在冰箱前找冰块 身后就传来脚步声 微微仰起头 一只白皙修长的时候 打开冷藏 拿出一盒草莓 我拿着冰块 只想快点离开 却不想顾旭晨突然开口 戒指 我不还 我微正 不自觉回头 那你可以折线 顾旭晨单手撑着桌台 慢条斯理地拨弄着草莓 瞥了我一眼 不折 我脑子嗡嗡 有点上火 那些包和车 我都整理好了 只要你把戒指还给我 我立刻就还你 顾旭晨 我说了 不还 你 我攥紧手 看着他一副理智气壮的样子 不禁脑了 我都准备还给你了 你凭什么不还 顾旭晨 不服可以起诉我 我 我磨着后槽牙 真的恨不得咬死顾旭晨 但也只能靠着理智强称 我们是假结婚 戒指留着没用 没用你还买 顾旭晨直接反问 我 我被他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严重怀疑他 就是想对我 不还拉倒 我气得转身就走 顾旭晨神色淡淡 抬眸看向我 诞声道 你当初愿意买 说明是想和我过下去的 我们已经领证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不试试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可以生孩子 我 我真的是气笑了 不禁停住脚步看向他 冷声道 顾旭晨 你不会以为我结婚的目的 只是为了生孩子吧 顾旭晨 你还有什么要求 可以提 不得不说 商人就是商人 他的语气神情 甚至吐出的每一个字 都让我觉得凉薄 像极了在谈一桩生意 那一刻 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我不需要一个认为 everything 都比我重要的丈夫 我以为 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可是说出 everything 这个单词的时候 我只觉得 心脏都要停跳 像是本就血肉模糊的伤口 被人用砂纸反复摩擦 草莓掉落在地上 顾旭晨抬眸看向我 双手撑着桌台 试图开口说点什么 可是 我一个字都不想听了 那天之后 我和顾旭晨之间 更是无话可说 可他却时常 从我的门口经过 每一次 我开门倒咖啡 他都在 视线对上后 彼此都是面无表情 好像只能听见细微的呼吸声 显得夜色越发凝重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 形容每一次的碰面 大概就是相互无言 工作进度渐有起色 我一心扑在工作上 偶尔还跑跑线下的合作会面 就当是约个下午茶了 只是 我没有想到 我火急火燎地带着作品集 赶到咖啡厅 顾旭晨也在 并且正和一个中年人商谈工作 夜明 安宇学长笑着朝我招手 我愣了两秒 没想到安宇就在顾旭晨的隔壁桌 只能硬着头皮坐过去 可能是错觉 我有种被捉奸的感觉 尤其是顾旭晨目光 投过来的刹那 要不是同一个戏科的 我都约不到你这个大盲人 安宇笑着出声 我不好意思地放下作品集 默默挺直腰杆 和安宇简单地聊了几句 开始商讨 签订授权协议 但是 尴尬的是 我完全忘记自己的设计 ID也在协议上 而安宇还直接念了出来 沉沉未明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能有什么含义 就是顾旭晨 还没有取燕敏的意思 我有点无奈 极力抵抗顾旭晨的余光 笑着道 随便取的 没什么含义 此刻 我已经懊悔 自己当时的多此一举 安宇温柔浅笑 很高兴和你合作 晚上可以一起吃饭吗 我正了正 想委婉地拒绝 却不想身旁传来一声 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 异常刺耳 顾旭晨突然起身离开 轻烈的气息短暂地浓烈后 转瞬即逝 或许 我应该庆幸 我看清了顾旭晨 现在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难过了 也不会误以为 他是在吃醋 临近十点 夜色笼罩下的江都 分外迷人 只是街上漫步 偶有清风 都会让我想起上学时候的惬意 手机嗡嗡作响 我低眸 看着来电显示 略有惊讶 没有想到顾旭晨会主动打电话 应该是你爸妈吧 安宇笑着出声 示意我快点接电话 我抿着唇 将手机开了静音丢在包里 笑着道 不是 不用理会 安宇点了点 很无奈 最近的电话营销 确实很多 我笑而不语 只是将目光头像茫茫夜色 看着昏黄的灯光闪烁 心中无限怅然 恍惚间 我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每次都装着路人 小心翼翼地从顾旭晨的身边经过 偶有抬头 总会因为身高差 先看到灯光闪烁 然后才看到她的喉结 她的脸 那时候真美好 只是看到她一次 做梦都是甜的 宝马车在别墅区停下 我笑着朝安宇挥手道别 直到她的车子远去 才拿出手机 未接来电 二十一通 现在是将都时间 二十三点三十分 而顾旭晨定的门禁时间 是二十二点 我撇着嘴 默默掏出自己带的备用钥匙 拧开了门锁 客厅里昏暗一片 可是窗前的月色皎洁 依稀可以映衬出坐在那儿的人影 那双像是轻拳划过的眉眼 清澈而纯粹地带着不悦 现在几点 顾旭晨低声发问 我没打算理她 只是准备上楼 可她却起身 快步走到我的面前 挡住我的去路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看着她 不禁移开视线 极力地保持平静 不想接 顾旭晨覆下身 盯着我 你一定要因为一句话 和我闹成现在这样 我挑眉 笑了 我可不敢跟你闹 顾旭晨 那天我只是气急了 只是气急了 我有些木然 但声道 人好像在生气的时候 最容易说真心话吧 顿了几秒 我又道 为什么前几天你不解释 是因为权衡利弊之后 发现需要我和你假结婚 暂时找不到更好的替代 对吗 顾旭晨危症 眼底闪过一丝错愕 我心中了然 直接绕开她 朝着楼上走去 我本想着快点回房间 却不想走得太急 硬生生摔了个跟头 疼得我直掉眼泪 咔哒 一层的灯亮起 顾旭晨走过来 蓝腰将我抱起 你走开 我推嗓着她 不停地蹬腿 别动 顾旭晨搂着我坐在沙发上 掐着我的腰 将我圈在怀里 将我的裙子掀到膝盖上 扣住我的腿 她的掌心温热 我唆涩着 只觉得又羞又恼 从未想过最亲密的姿势 会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发生 顾旭晨 你流氓 当初是谁一口一声老公 现在骂我流氓 顾旭晨皱着眉 下颚抵在我的肩上 低头查看我的伤口 完全没有松手的意思 我拗不过她 敌尖一酸 更加委屈了 就骂你 怎样 骂的就是你 再动 我收拾你 我 鉴于刚才的挣扎 我已经清晰意识到 我根本不是顾旭晨的对手 可是我又不想服软 你敢 我小声反驳 你试试 顾旭晨拎出茶几下的医药箱 单手扣开 拿出棉签和药水 我皱着眉 逐渐消停下来 默默看着顾旭晨 拿着棉签给我上药 总觉得 自己被裹挟在轻烈的气息里 呼吸都在发烫 羞涩地不想说话 最近新出了包 我已经让人定了 就在你房间里 顾旭晨轻声说着 我没吱声 一直到她给我上完药 松开手 我匆匆回到楼上 打开房门 二话不说 直接把她新送的包 连带着盒子全部拎出来 扔到楼下 一个又一个包丢下去 顾旭晨有些恼火 站起身看向我 叶敏 回应她的 是我的关门声 第二天 我避开顾旭晨 提早出门去见客户 正聊着呢 客户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啊 什么 客户一惊一乍 我低着头 摆弄着画册 看她最后又笑出声 不禁道 发生什么事了 客户乐得不行 哦 本来今天要去参加个会议 结果那个老板 被她老婆气得一宿没睡着 头疼告假了 吐 我有些不厚道地笑了 江都的老板吗 什么名字 看看我认不认识 客户 顾旭晨 哇 顾旭晨生病的真假 我不清楚 但是当天回家 她就已经躺在沙发上 看起来是蔫了 没精打采的翻着文件 顾旭晨的目光 从我身上掠过 不但丝毫停顿 我也不想理她 直接上楼 站住 顾旭晨沉着声 我不乏没停 上楼 开门 关门 一气呵成 你这个样子 你打算让我什么时候抱上孙子 晚上九点多 顾妈妈的声音尖锐 我隔着门都听得见 还没有起身 房门就已经打开了 顾妈妈冷着脸 朝着顾旭晨道 进去 没了 又看向我 我对你们没什么要求 生男生女 我都喜欢 但是必须有一个 我 四目相对 顾旭晨脸色苍白地撇向我 心不甘情不愿地进了卧房 框当 卧房门 砰地关上 顾旭晨站定在原地 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冷声道 等他离开了 我就出去 我没吱声 戴上耳机 继续画画 房间里安静至极 十二点 我提前完成任务 看着还坐在那儿的顾旭晨 诞声道 应该已经走了吧 顾旭晨侧目看向我 像是负气一般 起身就朝着门外走去 我懒得理他 直接窝进被子 关灯睡觉 然而 不出五分钟 卧室的门被打开 顾旭晨像是风一样地窜到床上 门口 顾妈妈拿着鸡毛胆子 只看得出身影 混账东西 给你脸了 伴随着关门的声音 我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 不由得看向身旁的顾旭晨 你怎么还没有跟他说假结婚的事情 顾旭晨披向我 目光灼灼 看什么 你以前不也经常盯着我看 我不能看你 顾旭晨不打反问 轻烈的气息太过于浓烈 像是要将我溺毙 试问一个帅哥躺在你身旁 你能忍得住 我没有犹豫 直接起身打开衣柜 又拿出一床被子 扑在地上 你做什么 男女瘦瘦不侵 你睡床 我睡地 顾旭晨从床上坐起 有些不悦地看向我 冷声道 你现在是不是非要用我说过的话来读我 我低头 拿着枕头躺在地上 你教得好 你应该庆幸 顾旭晨 我知道顾旭晨这样的脾性 哄人的概率为百分之零点九九 被人嘲讽过 更不可能低头 所以我也算安心入睡了 可是 我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居然下床 就躺在了我的身旁 将我抱进怀里 顾旭晨 我试图挣扎 可是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吓得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你别乱来 我会报警的 你当初就是这么抱我的 顾旭晨冷不丁出声 我猝着眉 并不想开口 可是他却靠得更近了 低声道 我承认 一开始只是把你当作合作伙伴 别说了 我困了 我闭着眼 不想自己好不容易舒缓的心情 又被他破坏 夜见深 顾旭晨没有在作声 可是他的手臂 一直圈在我的腰上 我蜷缩着身子 动都不敢动 这样的场景 我想过好多次 可是真实发生的时候 心里却只有酸涩 面试失败后的生活 我还历历在目 一日 我一觉睡到十点 等我醒的时候 顾旭晨正抱着我看杂志 阳光倾洒满屋 我簇着眉 心中有片刻的震动 可是当顾旭晨看过来的时候 我不自觉就收回目光 一把推开了他 叶敏 我们还会和好吗 不会 我冷脸看着他 笃定地作答 顾旭晨微正 肉眼可见流露出难过的情绪 我梳理着头发 打开衣柜搜寻自己的衣服 单声道 顾旭晨 你别白费力气了 我对你的耐心已经耗完了 但你教我老公的时候 是真心的吧 顾旭晨突然提问 我没理他 拿着衣服就进去换上 顺便开始洗漱 有一说一 顾妈妈待在这里 顾旭晨像是有了理由 住在卧室里 这里是他的房子 我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低声道 希望妈妈离开的时候 你能记住你之前说过的 卧室归我 书房归你 顾旭晨 顾旭晨像是没有听见一样 拆开新的牙刷和杯子 便站在我的身后刷牙 一高一矮 粉荷兰的水杯 我垂着眸 很懊恼自己这种 不合时宜的凑对 一周后 顾妈妈离开 我将顾旭晨用过的 被子枕头之类 全部扔了出去 并且喷洒空气清新剂 就是为了驱除 他身上独有的清烈香气 那种总是会让我 心生悸动的气味 你这么讨厌我 顾旭晨站在旁边 眼睁睁地看着 怒上心头 当初为什么还要亲我 现在不喜欢了 我低着头 晒着新床单 顾旭晨咬牙 难不成你喜欢那个安宇 我微愣 侧目看向顾旭晨 但声道 按照道理 你应该叫他一声学长 你为什么不否认 清风拂面 顾旭晨站在那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簇着眉道 我需要听你否认我的提问 顾旭晨 我不是你的员工 少用这种命令式的语气 和我说话 我板着脸 毫不客气地出声 顾旭晨唇半紧抿着 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却无法言说 我看着他 诞生道 顾旭晨 你现在只是没有习惯 被拒绝罢了 你不用拿这种逆反心理 追着我证明什么 如果非要证明一下 我喜欢你 你才能顺心 好 我告诉你 我喜欢过你 这样可以了吗 请你让我一个人静静 说完 我静止从顾旭晨的身旁走过 顾旭晨却出声道 把那个过字去掉 我 换洗东西已经浪费很多时间 我不想废话 直接回了房间 开始一天的工作 约莫三个小时后 敲门声传来 我捶着眸 没搭理 又是一阵敲门声 我有些恼火 放下画笔就冲了出去 怒声道 你有完没完 或许是我太凶 顾旭晨微正 脸色有些惨白 张了张嘴 最后什么也没说 我瞪着他 冷声道 请你没事别打扰我 我忙得很 砰的一声 降门摔上 我坐回自己的位置 拿着画笔的手 都觉得发热 气得已经上头了 长出一口气 才重新定下心 慢慢地开始作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工作的进度条拉满 我不由地心生喜悦 伸了一个懒腰 一看时间却发现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刚好顾妈妈不在 我可以点个外卖了 穿好拖鞋 我惬意地走下楼 还没有走几步 就看到顾旭晨 已经昏倒在地上 脸色惨白如纸 额头还冒着细密的冷汗 顾旭晨 我吓了一跳 连忙跑下去 顾旭晨神智已经有些不轻 唇瓣上明显被他咬出血字 整个人看起来脆弱不堪 手边的手机还没有来得及解锁 我脑子嗡嗡 脑海里突然闪回 他来敲门的时候 脸色好像就已经很差了 救护车呼啸而过 我看着护士在给顾旭晨测血压 整个心都像是被揪紧了一般 一直到医院都无法平复下来 医生的脸色有些差 我不免跟着紧张 怎么了 医生猝着眉 发烧了 应该是阑尾炎 要立刻做手术 手术 我脑子一嗡 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手术 但是一听到手术两个字 整个人腿都打软 半小时就能结束 有医生这句话 我悬着的心才稍有缓和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 也没见顾旭晨出来 病人家属呢 我 你是 我是他 他妻子 我有些心慌 护士大致表示 发现顾旭晨摔得过于严重 疑似脏气出血 手术时间可能还要再长一点 需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眼看着护士离开 我瘫软在座椅上 有些头皮发麻 慌张地拿出手机 搜索着护士提到的关键词 本想多了解一些 平复一下 可是却越看越害怕 手术室外的走廊像是藏着冷风 只是偶尔一震 便让人心声含义 客户 看到客户发来的消息 我强忍着难受 点开信息 依次地回复着 然而 翻着翻着 我就看到顾旭晨中午发的消息 顾旭晨到饭点了 顾旭晨 我只是想叫你吃午饭 那一瞬间 自责 愧疚 接连涌上心头 看着还在手术中的滋养 我喉尖一阵酸涩 熬了一整夜 手术终于结束 看着顾旭晨插着氧气管的样子 我疲惫地坐在她的身边 不是说身体没问题的吗 我看着她 还处在昏迷中 忍不住说了她一句 等待顾旭晨醒来的过程 极度漫长 漫长到我都在害怕 忍不住开始祈求神明 保佑她 快点醒过来 想当初我还觉得 祈祷属于迷信 可是现在却发现 这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某天早上 我还处在猛的状态 便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妈妈 我下意识地开口 顾妈妈打开门 冷着脸 眼底充满了不悦 我不找过来 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告诉我 我欲言又止 本来呢 我是不喜欢你 觉得你门地不高 但是她总是真心疼你的吧 给你买车买包 买得比我还勤快 你就是这么照顾她的 我 我垂着眸 不敢吱声 顾妈妈已经在气头上 看着昏睡不醒的顾旭臣 当即道 行了 从知道你们没同房 我就清楚 你心思根本不在我儿子身上 你走吧 我现在在气头上 我不想为难你 对不起 我低声道歉 顾妈妈别过脸 坐在病床边 握着顾旭臣的手 没在吱声 其实 我和顾旭臣是假结婚 我望着顾妈妈 对我极度痛恨的模样 尽量把话说得简明恶药 弯下腰 表示歉意 非常抱歉 隐瞒了您 我已经签署离婚协议 您放心 我没有占有她的任何财产 我会尽快 从她家里搬出去的 顾妈妈 亚裔的完全说不出话 我抬眸 忘了一眼 还在昏迷中的顾旭臣 离开了病房 离开她 也离开我 曾经贪慕过她的时光 忙完所有的接单 我整个人已经累到贪软 但仍旧不得不振作起来 按照我原本的计划 将我和顾旭臣之间的东西 划分清楚 打包好行李 我最后一次 站在这栋别墅门口 看了一遍这个曾经的家 依稀能够记起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 领证的那天 我满心欢喜 抱着顾旭臣的胳膊 不管看什么 都觉得有一种绚烂的美 顾旭臣 顾旭臣 你好 顾旭臣先生 我现在是你老婆了 她余光撇着我 脸上的表情寡淡 仿佛无法体会我的欣喜 可我还是感到幸福 一遍又一遍地叫她的名字 期盼着可以叫一辈子 因为她是我青春里最惊艳的存在 这场婚姻 或许结束得不够愉快 但也了却我当初的美梦了 玩了一圈 把自己搞成二婚 你可真行 我妈隔着屏幕想宰我 我吓得直接挂断 整个人贪软在新家里 只盼着生活重启 可是我妈紧锣密鼓的 就开始给我安排相亲 我真的会谢 因为相亲对象 还是安宇学长 好巧 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 我都尴尬地想找封钻了 不好意思地看向安宇 抱歉啊 学长 我妈纯粹是贤德 安宇看着我 温柔浅笑 安宇是好心 我也觉得和你挺聊得来 我们可以试着接触一下 我 我眨巴着眼 隐约听出安宇的意思 连忙摆手 别别别 学长 我这个脾气大着呢 不适合你 安宇无奈地笑了笑 轻声道 我们本就是朋友 好像说从朋友做起 也不太合适 那就从好朋友做起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头 默默地端着茶水 视线飘向外面 隔着玻璃窗 我隐约就看到一辆车 特别像我之前开的卡验 就连贴纸都一样 恍惚间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那可能是顾续晨 可是转念一想 他应该还没有出院 结束这场尴尬的相亲 我只想快点回家躺失 穿过长街 我回望着那条路上的车 叹了一口气 正朝着家里赶 雨就哗得下了起来 我以为自己要一路临回家 却不想一只手撑起了伞 挡在我的上方 雨雾弥漫在呼吸间 我送你回去 顾续晨脸色苍白地 站在我的面前 将伞倾向我 我瞥着他身上的病符 不禁怒从心起 你是不是疯了 就这样跑出来 说吧 我把腿就朝着家的方向跑 没有打算停留 可是顾续晨却一路跟着我 雨越下越大 像是一幅巨大的墨水花 灰蒙蒙的 却不敌顾续晨脸上的白镜 水珠顺着下颚滑落 顾续晨撑着伞 低眸看着我 这把伞 你留着吧 我看着他 衣衫都已经湿透了 微微醋眉 你打伞回去吧 顾续晨垂着眸 不吭声 我有些无奈 你刚做完手术没多久 别胡闹 顾续晨只是站在那 一言不发 执意要把伞留给我 我叹了口气 单声道 跟我上楼吧 真的吗 顾续晨抬眸看我 眼底乍现一丝欣喜 我瞥着他 静止朝着楼里走 假的 踏进家门 顾续晨有些无措地 打亮着我的房子 我瞥着他 但声道 鲜小 顾续晨看向我 低声道 没有我们的婚房大 我 我不知该如何开口 当初的我就是在这种小房子里 从群租到单租 从精打细算的年租到肆无忌惮的月租 倘若当初我顺利进入故事 这样的痛苦会少一半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郑重开口 顾续晨默默地看着我 直接回避这个话题 我有点冷 浴室里的流水声不断 我看了一眼时间 从柜底翻出宽大的浴袍 刚准备放到浴室门口 却发现顾续晨没有关浴室的门 我 说实话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当初他像房廊一样防着我 根本不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叶敏 浴袍有吗 顾续晨低声询问 我拿着晾衣杆 将浴袍挂了进去 水不要碰到伤口 嗯 顾续晨乖乖应声 我看着越下越大的雨 无奈地关上门窗 将空调打开温度调高 起身去厨房熬姜汤 门铃声不断 我看着锅上熬煮的姜汤 刚想开口等等 顾续晨已经裹着浴袍去开门 谁呀 我出声询问 可是门口却没有回应 我不禁有些愣 准备看看是谁 安宇站在门口 手里提着感冒铃 像是遭受到了打击 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又看向顾续晨 学长 我有些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安宇嘴角稀动 顾总好 顾续晨淡淡地瞥着他 笑意不达眼底 周深的气场 压迫感突然就增强 缓声道 你好 安宇勉强地笑着 将感冒铃放在门口的地上 轻声道 时候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两位 先走了 说完 安宇跑得飞快 顾续晨站在门口眼神发冷 仿佛直到安宇消失 才转而看向我 满不开心地低声道 这个药吗 我抿着唇 走过去将药拿起 看着他头上湿漉漉的 直接把门带上 朝着他道 卧室 书装台上有吹风机 顾续晨 撇着我手里的药 盯了好一会儿 又看向我 快去吹头发 我出声提醒 顾续晨欲言又止 薄唇紧抿成一条线 乖乖去吹头发了 或许 我应该欣慰 顾续晨在刚才 没有开口说些什么 不然安宇极有可能 下不来台 卧室里 轻烈地气息浮动 我望着温馨的小窝里 站着一米酒的家伙 低声道 过来 把姜汤喝了 哦 顾续晨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现在倒是乖得很 我说什么 他做什么 坐在沙发上 便端起碗 眼看着他喝得差不多了 我瞥着他头上 看起来还没干 不禁伸手摸了下 有些无力吐槽 拿起一旁的干毛巾丢给他 头发再擦擦 哦 顾续晨随意地捣饬两下 就把毛巾放在一旁 我咬着牙 挺想揍他的 拿起毛巾站在他的身旁 按着他的头开始擦拭 结果 他还挺惬意 低着头任由我擦 叶敏 我今天好开心 顾续晨突然出声 他的悲喜 我并不想参与 所以并未出声 就像是身份扭转 叽叽喳喳的人 不再是我 可即使听不到回应 顾续晨还是不停地说着话 分享着他的所见所闻 可是他的生活很寡淡 讲到最后 基本都是工作上员工做错了什么 员工 我可真谢谢你 顾续晨突然停下 仰头看向我 抬手扣住我的手腕 我垂眸看他 一言不发 四目相对 顾续晨眼底犯着一丝期盼 小声道 你怎么都不说话 我 说什么 顾续晨微愣 眉头青醋 颇有几分可怜的意味 闷声道 你以前不是经常问我这些吗 我 我正了下 仿佛回到从前 自己叽叽喳喳的时候 我趴在桌子上 看向顾续晨 其实我根本不懂 他工作上的事 只是单纯喜欢他和我说话 哪怕只是敷衍 现在没兴趣了 我随口一回 顾续晨眼底闪过悲痛 一语双关 只是对这些没兴趣吗 我没出声 顾续晨眼眶泛红 却又强忍着 努力挤出一抹笑 没关系 我可以说其他的事情 总会说到 你感兴趣的那一天 我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 心中怅然 冷声道 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有意义 顾续晨突然提高音量 随便你 我撇着他 把毛巾丢给了他 你去睡床 早点睡吧 我明天送你回去 我背过身对着他 本想眼不见心不凡 可还是看到镜子里的他 落寞地坐在沙发上 无助地看向我 神色一寸寸的暗淡 夜里飘泼大雨 我看着浴室里 已经洗干净的病服 默默关上浴室的门 看着已经躺在沙发上 睡着的顾续晨 只能回到自己的床上 雨夜总是带着喧嚣 却又宁静的意味 夜明 我闭着眼 窝在被子里 顾续晨慢慢走来 蹲在床边 微凉地手轻扶着我的脸 我攥着被子 不想做出任何的回应 下一秒 他握着我的手 小心翼翼地 亲吻着我的手背 低声道 别赶我走 我在医院的时候 每天都在等 等着你什么时候 来看看我 可是我等一天又一天 我才发现 你不要我了 我只是想见见你 像是难受到了骨子里 顾续晨的声音带着哭腔 原来被忽视是这种感觉 对不起 我喉尖酸涩 却只能强忍 那种呼之欲出的智闷 无法言喻 我从不否认 我心里有顾续晨 我可以原谅他的冷漠 高傲 毒舌 甚至是不屑一顾 可是 名单的事 事关前途 我无法翻篇 无法原谅 无法启齿 我这一生 可以没有感情 但是不能因为感情 委屈自己 吞下难言的刺 第二天 我通知闺蜜 带走顾续晨 可她却面如死灰 一直站在楼下 仰视着我 手机嗡嗡作响 我垂眸 顿了几秒 点下接听键 再见 顾续晨压低了声 强忍着难过 我保持着冷漠 清楚这是最后的道别 深吸了一口气 缓声道 再见 再也不见 电话挂断的那一刻 这栋楼的高度 好像无法凌驾内心的痛哭 甚至是距离的一寸寸拉长 我总是会恍惚坚决的 她没走 两周后 顾续晨出院的事 上了新闻头条 画面里的她眼神黯淡 却仍旧被不少人抓拍特写 投放在网上成为热点 不到一天 就被故事清除得干干净净 不容任何人看到掌权人的丑态 诶 她出院了 你要不要来看看 闺蜜一通电话打来 不聊 我低声拒绝 不聊 我和她已经断得一干二净 没有必要再有联系了 闺蜜叹气 你真的舍得吗 我告诉你呀 他们公司有个女的 叫汪璇 天天朝你们那婚房跑 我没有作声 还有件事 闺蜜忍不住道 谭白背叛了公司 趁着阿晨住院和外人勾搭在一起 让公司流失了不少客户 阿晨现在真的已经焦头烂额了 什么 我脑子一嗡 诧异地出声 谭白 她不是顾旭晨的贴身助理吗 狗屁贴身助理 就是个白眼狼 闺蜜叹着气 哼声道 都受公司的实习名额 挪用了公款 现在还倒打一耙 老子真的要气死了 恨不得宰了她 像是触及到某一个记忆点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认出谭白 她冲着我摇头 示意不要说出互相认识的事情 可是 我当时却以为她是怕顾旭晨吃醋 莫名的 我有些混乱 突然很需要一个迫切的答案 查到她都受了哪些人的名额吗 闺蜜叹着气 现在没有展开查 怕一些走后门的老员工知道 到时候人心惶惶 我 坦白在和谁勾结 我盘查着顾旭所有的竞争公司 不断地缩小范围 当终止于安于两个字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猛了 无形之中 我意识到 我的版权可能要打水漂了 那是我整个青春时代的话集 商场上的斗争 我不懂 可是我自己的利益会有什么损失 我很清楚 整整三个月 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这件事 一切都仿佛暗流涌动 然而时间一到 坦白入狱 汪璇 安于被扣押的消息 便迅速传来 那个汪璇 天天求我姑姑 都没用 闺蜜喜不自胜 看到上菜了 当即给我摆好菜碟 饱 我拿着手机 忧心忡忡自己的出版事宜 不管看什么都没心情 随手画掉了新闻 饱 闺蜜慢吞吞地拿出一份文件 我有点猛 随手打开 看着清晰的版权文件 不禁错愕地看向她 你哪里搞的 闺蜜 某人搞的 不是我搞的 怕你不高兴 她没来 说完 闺蜜怂怂肩 瞥了一眼窗外的景色 我 我抿着唇 想来那天已经和顾旭成诀别 默默地翻着文件 然而 翻到最后一页 我看到了一封offer 里面附带着 坦白手写的信 向所有被她耽误的人道歉 那一瞬间 我有些恍惚 拿起那封信 却看到一张卡片掉落 叶女士 如果当初您进入故事集团 您一定会成为公司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落款 顾旭成 是敬语 是顾旭成的字 我低头看着 仿佛看到多年前拿着手机气不成声的自己 等的不就是这样一份认可 这笔任何一个名牌包 都有价值 是我青春的价值 翻外篇 你是我的everything 三个月后 话集正式上市 沉沉未泯 成为最火热的IP 我一步步地看着她成长 遇到更多的人 直到忘记我 顾旭成 我对自己一直有清醒的认知 我不是一个深情的人 甚至薄情 可能像我妈说的 是遗传 又或者是我已经习惯在勾心斗角中保持平静 顾家那么大的基业 我从12岁就要开始接触 永远领先别人一步 大量的时间与学习共舞 这让我在其他方面显得格外薄弱 唯有毒舌 高冷 才能掩饰掉我对其他的不慎精通 我不为过去的自己辩驳 只是遗憾没有早点改变 以至于失去了他 第一次见叶敏 我没有多注意 只是觉得他经常和我同路 直到他张扬地到我面前 表示要我做他的男朋友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我会拒绝每一个试图接近我的女生 大学时代 我虽然已经接触家底 可那终归不是我赚出来的钱 我需要绝对的经济独立权 这方便我做更多的事情 扩充自己想要的事业版图 在叶敏再度出现之前 我一直如此 甚至乐在其中 我的生活 我规划的条条框框 我每一天都在按时完成 在当时的我看来 叶敏像是一场意外 可却又是最合适 最安全的结婚人选 她是姐姐的朋友 她性格开朗 单纯善良 活得自成一派 家庭结构简单 起初 我很不适应 可是日子久了 会很想惯着她 知道她喜欢包 就买 喜欢车 就买 我的妻子 不需要为任何东西的价格妥协 但是要对门禁严格遵循 其实哪有什么门禁 只是我担心 她喝多了出事 特意设立的 她很奇怪 好像不满 但是又每一次都乖乖听话 那个时候 她每天围着我转 像是一只不古鸟 我有些烦躁 可是偶尔察觉到她的失落 我自己当时都没有发现 我会腾出时间 顺着她的胡闹 她是我循规蹈矩中的不规矩 她确实是一个不规矩的人 我和她 就像是天平的两端 而她总是拼命地奔向我 或许 那个时候的她 用尽了所有的气力 纵然我回头 她都无力给出一个笑容 甚至是眼神 我试图挽回些什么 可是我却那么笨拙 是的 笨拙 我从未想过 我会和这个词 有任何的联系 但是 事实如此 我笨拙地 在惶恐不安中 在感受到她的失落 难过 思念 失望种种情绪之后 猛然回头 我们之间 像是定格动画里 一长串的拉链 拉开之后 分裂成零零散散的糖果 散落天涯 剩下十节 梁峰拂面 每一次她的画集出售 我都会提前安排时间 排着长队去购买 队伍漫长 我却仿佛得到了片刻的宁静 那时候 我只觉得风景都已模糊 而她 是我的everything 我在排着长队 慢慢等待 就像她当初等着我一样 翻外篇 日常小甜饼 熬屋 妈妈抱抱 小家伙撒着脚丫子 双手张开 哼哧哼哧 就朝我跑过来 然而 某人仗着腿长 一把就将我抱进怀里 气得小家伙 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 顾旭晨 你儿子哭了 我就抱一小会儿 顾旭晨不依不饶地不肯放手 委屈极了 你都好久没有抱我了 我 都说男人婚前婚后两个样 这句话 果然不假 在和顾旭晨断联三个月后 我忙于工作 好不容易等待一个睡懒觉的机会 便被打破了 谁呀 我真的要烦死了 郁闷地拿出手机 却被转账信息后面的一串数字铃 惊得睡意全无 五千两百万 真亮瞎 我的眼 我吓得连忙去银行查看 生怕是系统故障 或者是有人拿我的账号干坏事 小姐 已经咨询过了 这是给您的彩礼 彩礼 我当场愣住 那一刻 心里有个答案 呼之欲出 工作人员微微汗手 抬眼看向我 轻声道 请问您还要退回吗 我 退回吗 时隔三个月 顾旭晨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我只见妈撒着柜台 短短一分钟 却像是隔了一个世纪 其实 在看完坦白的道歉信之后 我已经想去找顾旭晨 可是却始终摘不下面子 或许 是从前太过于直白 现在的勇气反而所剩无几 退 嗯 工作人员愣了两秒 我深吸一口气 看向他 轻声道 麻烦帮我备注 嫁妆 下一秒 工作人员轻笑一声 点了点头 那天从银行出来的时候 细雨朦胧 我却如释重负 隔着鸡米远 顾旭晨穿着白衬衫 撑着黑伞 朝着我走来 我可以送叶小姐回家吗 她停在我的面前 一如当初那般 将伞倾向我 仿佛不确定我的答案 稍嫌紧张 再度开口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可以 我仰头望着她 心口颤动 清楚自己从来不算是矜持的人 直接走进她的伞下 但是我要先吃饭 我饿了 啊 顾旭晨惊讶地看向我 愣了几秒 当即到 想吃什么都可以 我 你选 顾旭晨 烤肉 我 不想吃 顾旭晨 牛排 我 不想吃 说实话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开始做了 可是顾旭晨却丝毫不恼 耐心地发问 酸菜鱼 我停下脚步 仰头看她 撅嘴 就这个吧 下一秒 我明显听见了顾旭晨的轻笑声 傲娇的加快步伐 而她一直紧随 那天开始 我和顾旭晨好像进入了一个恋爱模式 就像她说的 她要和我分享很多事 直到我感兴趣为止 可是 她不知道的是 我感兴趣的是她淡色的唇瓣 唇澈的眼神 还有人前高冷 然后试图牵手 几次被拒 又很委屈的样子 那时候 看着她不厌其烦地找话题 我有些动容 也开始渐渐地和她聊 聊到了当初实习的那个误会 你为什么觉得 我会做这种事 顾旭晨很委屈 我望着她 如实描述她当时的态度 她垂着眸 几乎是一秒安静 我们不约而同地跳过这个话题 但是后来我也听说了 顾旭晨又多加了好几位负责人 确保面试不会有任何失误 咦 恋爱的酸臭味 闺蜜无力吐槽 我抱着顾旭晨送的玫瑰花束 细致地裁剪着枝叶 轻声道 好看吗 嗯嗯 好看好看 闺蜜手脱腮 瞟着眉 一脸坏笑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毒 她根本就没有签离婚协议 你们还是夫妻 怎么突然就纯情地开始谈恋爱了 有这个经历 不如 我莫名地害羞了 说实话 一开始 我也乐在其中 可是时间一长 我看着顾旭晨那张清冷精致的脸 都恨不得直接扑倒她 尤其是 我发现我所有的画集 她都买了 我每一次的签售 她都没有错过 被发现的时候 她有些不好意思 捏着我的手 试图解释什么 有一说一 她那副乖乖的模样 我真把持不住 但又不想那么主动 可是 我知道 我是假矜持 但是她是真的 拥抱 牵手 光这两件事 她就够呛了 成天热衷于给我买买买 各种大牌都要集齐了 我却连她这个人都没彻底得到 从恋爱到结婚 顾旭晨像是在带着我 走一遍流程 每一个环节都尽善尽美 一试感拉到满阁 两家人坐在一桌的那天 爸 妈 顾旭晨脸色涨红 大概是紧张的 坐在我的身边 手都有些抖 我敬你们 我瞄着她 小声道 顾总怯场了 顾旭晨薄唇醇微敏 像是要安慰地看向我 朝着我伸出手 我黑黑地笑 拍了一下她的手心 自然地起身给顾妈妈敬酒 顾妈妈神色淡淡 默默望着我 送了一个玉琢给我 看着我 轻声道 白头偕老 和和美美 早生贵子 我妈立刻接话 顾妈妈愣了下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妈很好爽 开始自爆老家 不知不觉就和顾妈妈聊了起来 两个人越聊越火热 全然不理会我们几个人了 气氛突然热闹起来 我爸非要拉着顾旭晨喝酒 喝到最后自己晕乎了 愣是把我给整笑了 后来 顾旭晨为我们举办了一场婚礼 婚纱照 洗糖 礼服 私仪 各种繁琐的细节 我和她都一起体会 很累 却有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婚礼当晚 一场雨下得格外大 呼吸都染上雾气 顾旭晨脱掉西装的外套 坐在床上 黑白分明的毛子看向我 而我则假装 没有看见 对着镜子不紧不慢地摘下耳环 好像已经很晚了 顾旭晨愁愁着 说了第一句话 我垂着眸 声音很轻 哦 顾旭晨喉姐滚动着 拿起桌子上的水 轻抿着 缓声道 顾太太 我们是不是该休息了 顾太太 我挑着眉 某人的脸逐渐泛红 叫声顾太太 不过分吧 我忍着笑 挑眉 哦 顾旭晨慢慢站起身 犹豫着朝着我走过来 站在我的身后 拨弄着我的头 不累吗 我取下项链 笑着站起身 回头看向她 还不去休息 轻烈地气息萦绕 顾旭晨的呼吸微重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突然就双手撑在梳妆台上 把我圈在其中 俯身贴近了我 低声道 不累 下一秒 她吻了过来 带着一丝急切 我微正 慢慢缓上她的脖梗 直到雨后清晨 顾太太 早安 嗯 我还要再睡一会儿 我掀开眼皮 看着某人神清气爽地笑 美好气地钻进被子 下一秒 她搂着我 靠在我的身旁 揉了揉我的脑袋刮 温声道 好 我陪你 我去摆开眼皮 我去摆开眼皮